到金面糊 不一会儿又香又菜的松饼就出炉了 但看看架子上摆满出炉的松饼 过去上门的顾客总是大排长龙 现在几乎都是丹没人 大概就是有下滑的三层左右 就是都是观光客来这边的时候 那观光客也减少了 现场客也减少 其实我们大概在三月底 我们也会推出一个永康大礼包 大概目前有56家参加 就是到这56家凭这个券 就会有一些优惠 双全发起活动自救 来降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 行政院也拍板要发放 23亿的振兴抵用券 但原本你消费我折扣的方式 又急转弯 改为比照之前的夜市抵用券 消费就可以直接折抵 但不变的是电子和实体并行 让民众使用上更方便 现在大家就是 在消费模式都增加了很多 可以换的我觉得都是方便的 廉价前推出会比较好 因为一般人出来都会有计划说 我要去哪里 我要去哪里 那所以在那之前有发财 会比较好 呼吁政府的补助最好的时间点 就是四月的清零廉价前 发放证刑券 成为最有效刺激到消费者的出游意愿 我们这一次很感谢立法院 快速通过特别条例 也今天就要向立法院报告 特别预算 对于相关执法一定会在两个礼拜内 做出来 虽然规则还在讨论阶段 不过纾困方案已经让摊商 燃起了一线希望 希望能够真正刺激消费 让商圈早日起死回生 欢迎订阅陈仙李佳化台北报道